是傅彦堂 我是劉宜恒 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署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很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 先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商家的物件 看在我們傅彦堂這麼辛苦的份上 看一下身上的汗 已經乾了又濕濕了又乾了 好幾層了 我們現在在哪裡 北屯 九龍街 三房平面車尾 看一下位置圖 1238萬 我們來看一下位置圖 也就是靠近北屯路這邊 然後看一下我們在那個北屯區的九龍街裡面 旁邊有一個三光公園 對 三光銅灣公園 對 沒錯 這一棟大樓叫做 風格化境 對 那一看就知道是投資客整理的 對 而且還有娃娃 嗯 就是特點 特別的投資客 對 特別的投資客 然後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個投資客了 所以呢 我們的大門是在這邊 我看一下坐向 大門坐向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大門 潮西南 潮西南 對 潮西南 對 潮西南 對 潮西南 不對不對 看一下它的中庭 你不要相信它的指南針 喔 老公快點 好 來 潮西南 然後我剛剛看到的那個落地窗是 這邊客廳沒有落地窗啦 就只有大門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客廳 你看它的客廳的窗戶 超大的 超中庭 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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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東北 超中庭 超東北 超東北 喔 大吧 嗯 好 我剛剛一直上在這邊好涼快 嗯 好 室內有幾瓶 來我看一下喔 它室內的話是 室內喔 我先講權狀好了吧 嗯 權狀登記是42 42.1 那室內的話是26.8 加上那個附屬 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工作陽台 2.65 大概30坪 對 那它有車位喔 它車位是平面車位 而且有天然瓦斯 我們剛剛 這裡是幾樓 這裡是4樓 總共樓層是12層樓 然後它的那個 管理費一個月是2590 因為它的坪數是 60 對 差不多 一坪60 那 室內還蠻大的 室內有30 但是 真的很大 等一下會帶你們去看一下 是 完全有障礙的空間 哈哈哈哈 因為它的這個電梯 好看一下喔 這邊呢 來老公來 你在那邊 不過它的室內空間 真的大 而且它沒有什麼浪費的 那你看一下它那邊鞋櫃嘛 進來這邊還有做一個 對 裝潢的鞋櫃 玄關 那我坐的這個位置沙發 那邊是電視牆 然後這邊呢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涼快的 對 大窗戶 對 嗯 哇 這個客廳蠻大的喔 對 而且它還有一個餐廳 嗯 它沒有走到的空間喔 對 所以沒有浪費 這間我覺得蠻可以推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已經有裝潢了 然後呢 裝潢都是舊的 它只是油漆而已 對 有裝潢 然後大室內 一般有重貼 對 大室內 有平面車位 還有什麼 電視櫃有 好像是有重 這算重座的吧 應該是吧 應該是重貼而已 還有什麼呢 還有 兩位 這個是10星的喔 10牆 我的沙發後面呢 這一間呢 是主臥室 很大間的主臥室 看一下 很大間 那我不知道這裡為什麼會這樣子 老公來看一下 經過我的法癮 這是裂縫 裂縫 但是這個跟 跟結構比較沒有關係 比較沒有關係 還有用補補補過 它這個是 關公日是81年 10月15號 所以是921之前 對 33年 對 我們這邊呢 這邊的主臥室 它的窗戶呢 是跟陽台同一面的 也是面向中庭 對 好那 這個是冷氣的插孔的位置好怪 因為它這邊喔 應該有 欸對難怪 因為這個是冷氣孔 它把它封起來了 然後這邊它有做補塗耶 這個補塗 我不知道它以前是 是做什麼它要弄補塗 所以我不確定 所以 它把它封起來 這邊也有 一點點裂痕 那個表面的還好 對 那這邊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要補塗 對 它這邊補塗補蠻多的 對啊 這邊也是啊 對啊 上面也有補 我說過很多次 如果我要把那個瑕疵遮得越好的話 一定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做成那種 有一種那種油漆 就是一幅畫油畫那樣 好啦 再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廁所 它的廁所呢 很簡單的廁所 但是它有開窗 它有開窗喔 雖然很小 但是它有開窗 而且它有 雖然有熱水喔 但是它那個熱水是從 洗手台出來的 因為比較小間 沒有另外弄點蓬頭 好看完了喔 再來看它的工位 工位 跟 主臥室的衛浴 一強之隔 但是大很多 這一間就可以做乾濕分離 它以前應該有浴缸 只是拆掉 對 好看一下吧 來 這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 不是那個餐廳 看一下它的那個 這個線路33年了 也是舊的 它沒有換掉 還是舊的 老公蓋起來吧 好 看完了 看完之後呢 它真的走到都沒有浪費 我們要先去看哪裡呢 廚房 廚房嗎 確定喔 我這邊放冰箱 小冰也不會很 差不多中型的冰箱 這個沒有換過 因為它還堪用 這還堪用 窗戶也沒換過 它門有換掉 它這個門有換掉 好 再來 工作陽台 這個門 反正它的窗戶 只要是 這個投資客 它的慣性 慣性 慣性就是都不會換窗 門窗 除非壞掉 只要堪用它都會留著 對啊 這個紗窗我覺得 我建議 把它拆了 拆了 紗窗 對啊 看起來很多灰塵 對啊 沒有錯 建議把那個 紗窗把它拆掉 對 那 自己拆啦 因為它一定是那個 它一定是那個 因為我們跟它 交手過 交手 它是能 不要有這個麻煩 盡量不要 對 跟它交手 換這個來 我剛剛不是說不要講窗 幾乎都是現況交屋的 對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間 好 它這一間 類和式 它地板有墊高 它只有銅金貼皮而已 好看一下 它曬衣服就在這邊曬了 曬衣服 沒有另外的陽台嗎 它就用這樣子啊 你看 沒有啊 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那個工作員還可以曬吧 這個是它的衣櫃 衣櫃的 這個是舊的 它只是油漆了 對啊 人省多少 應該是在這邊曬衣服 這邊有一架 對啊 那我覺得啦 那個應該是它私人 自己想曬自己的 所以有先裝好了 好吧 好 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 看一下這個是 兩個房間一樣大 10強的 10強的 10強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正三板 正三 那一樣 它的那個衣櫥啊 也是用油漆的 這個房間 修中規中規 它只是油漆而已 對 舊的 對 就是舊的 這個是 浪費空間 沒有這櫃子啦 裡面也是櫃子 真的喔 好 那怎麼打開 打不開 那個 這邊打不開 那是 如果是打不開的話 就重做啦 如果你要的話 就自己重做櫃子 對啊 它是不會幫你做 它就是現在現況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的話 看一下上面 大概是這樣子 燈有換掉 但是裝潢是舊的 對 這個它裝潢只是 重新油漆過 好 我現在要關窗戶囉 因為它有平面車位 我想帶大家去看一下 看平面車位 對 一開始我覺得這間蠻貴的 可是呢 它整理的東西並不多 對 可是呢 你知道嗎 廁所也沒有重新弄過 對 可是呢 你知道嗎 而且它的 這邊都有補土的痕跡 它表示以前是有必然的 這個都有補土的痕跡 可以看得出來它補土補得很嚴重 對啊 跟狗 這樣怎麼可以 補的跟狗啃的一樣 這個沒有 不夠工夫 這個 不過呢 這邊應該也是啦 也是有用補土補過 我又快失落了 等一下看一下上面的燈 它三間房間的燈都是這樣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剛剛要說的是什麼嗎 至少它這個價格 在這邊 在這邊 還算是可以 因為它這個年初的時候 樓上有一戶 屏數比它小 對 賣的比它貴 對 而且是平面車位 它這也是平面車位 對 我們這個是平面車位 我們這個屏數比較大 我們這個屏數大概大五屏 還有 至少它有整理一些些 所以相對的 整理它沒有什麼 它就只有貼 貼 我知道啦 地板的塑膠地端 還有油漆 它的廁所也沒有 也沒有重做 對啊我知道 還有 部分 只有部分 就是換水龍頭 對 還有電話板 電話板重錠的 人比人就會去死人 好關一下 你剛剛關起來 這間也是舊的 它只是正馬桶都換掉 天花板有重做 做的不多 對啊 真的做的不多 好吧 那我們去看車位吧 好 鑰匙在那裡 好像是 對 它這層樓呢 兩貨 對 一層樓 然後我跟你講 好好笑是 我還要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還要走七階 對啊 這個如果是輪椅族 大概是不太行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年齡都 都老 老化 老人家比較多 像這個真的比較適合 就是年輕人 也還好啊 七階而已 還好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到了地下室之後啊 會不會是那個 B1 7號 這個是 頭蓄把 的電梯 可以做巴嘴的 550公斤 550公斤 那個不要濕 我們看一下 老公 等我一下 我剛剛說幾號 七號 好七號 來 你先去找 42 45 應該在那邊 你看一下 17 這邊17 1號在這 好 中間 平面車位 位置還可以啊 還可以喔 還算好停 對 那我們去看他的 坡道平面車位 大概是幾尺 1 2 3 4 5 5米深 5米多 5米多 一般轎車 一般轎車 或休旅車都沒有問題 對 這是往下的 往上的在這邊 剛剛有一台車進來 它的坡道 它的坡道 好是從這邊下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坡道好不好 好是雙向的還是單向的 雙向的 雙向的 那還不錯還可以 雙向的 可以會車喔 對 我們繞一圈 所以我們這個車位不是五尾向 它可以繞一圈出來 這邊都是平面車位 對啊 還不錯耶 嗯 這一個7號 嗯 不錯 我們是C洞 對 繞一圈 這一個 我們是這一個電梯 所以呢 我 我是坐輪椅的 我就算是坐了這個電梯直達的那個電梯 我到了樓上之後 還要抬輪椅 對 所以我就說 是完全的有障礙 我們等一下走到中庭就知道了 中庭這邊也要走7階 欸不只喔 8階 3 4 5 6 7 8 9 9階 對 來 這是我們的中庭 中庭這邊沒有錯 喔喔這邊還有1階 2階 來看一下中庭 那我們的那一戶呢 在哪裡 老公拍一下 4樓 對 那我們 我們這邊有一個兩庭 對 我們的中庭 這邊 穿過去就是我們的管理室了 管理室的 右手邊 嗯 這邊是它的垃圾奔淚場 是的 那信箱就在外面了 這邊總共有134戶 謝謝大哥 謝謝辛苦你了 謝謝 拜拜 謝謝 然後這裡呢 是24小時管理制的 這是剛剛我們看到的波道的入口 然後呢 旁邊有一個公園 你去看一下 這個管理員的人還不錯喔 真的 不過你們要來看這一件的話 要付50塊 但是不是你付 是我們付 是我們付 還沒有賺錢 就要先付出了 對啊 所以你們影片一定要給我看清楚一點 適不適合你 對 因為我就要掏出50塊錢 你知道50塊錢很難賺嗎 啊 50塊錢 不是啦 我們不是心疼這個50 對啊 我們是怕你白跑一趟 不要那麼矛盾好不好 我的油錢都不止50 跑一趟的油錢就不止 對啊 不過還是要跟我們 預約看房子 這個這一間呢 如果有喜歡 要快 因為你這種大坪樹的 而且又有平面車位 在北屯區 屋林 還算中等 中等 你看這邊有一個公園 而且又有公園 來 過去老公 不是只有我們公司在賣喔 因為這個投資客 他很厲害 上百家在賣 對 其實之前我覺得很貴啦 所以我都不太想來拍 可是現在你回頭 我再看一看 因為已經過了一陣子了 對 然後現在繼續漲 然後就開始 我就開始覺得 他有點親民了 對 你也不要覺得說 他已經賣一陣子了 他會這樣價 他也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 統一開價 統一抵價 因為他不是只有給我們公司賣 他是 給全台中市的人 不只台灣 全台灣 只要有人想要簽 他都給你簽 對 只要你願意來我這邊 只要你願意來我這邊 只要他願意賣 對 幫他賣他都賣 對 統一價格 給 這樣回頭看看這間 白家真名 那你這樣回頭看一看這間便宜了吧 嗯 你們自己去斟酌衡量 因為其實 就是我所說 一開始我覺得很貴 只是 因為賣一陣子了 其他地方也長起來了 所以我才開始覺得他有點便宜 那這邊有一間一樓的 四房 一二樓 他算是一二樓 然後四房 可是他的格局就很爛 格局非常的爛 所以他也 那間比較貴 一二九八 一二九八 他也是一個平面車位 平面車位 他其實應該都是三加一房 這個公園叫三光銅萬公園 還好不是寫兩光 兩光公園 好 腦袋靈光 口袋光光 這間只要準備頭幾款 這應該可以帶七成了吧老公 嗯 差不多吧 那邊出去看到沒有 那個紅綠燈 這個是北屯路 我們出去看一下 我們要去停車場那邊 那邊出去就有全聯了 對 一出去就是全聯 對 這邊 因為停車場很重要 親朋好友要來找我們 當然要附近要有停車場 好停車 才會 那個朋友才會想要來找 對啊 親朋好友才會 比較喜歡來串門子 這邊有一間廟耶 九龍宮 那這個是正廟不是陰廟 九龍宮是拜什麼 不知道耶 九天啊 九天 你怎麼知道是九天 九龍宮九天 九聖地 九天九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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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會不會是拜玉皇大帝啊 不曉得 九天玄女 沒有那麼大啦 九天玄女 太姐九天啊 九天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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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有聽過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 我就有聽過 不是 絕對不是 他旁邊這邊有停車場 不知道應該是有月租吧 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有月租 而且他停車場不只一個 這個是小的 這邊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 這邊出去是太原路喔 對 這邊 很大條 那一條是太原路 對 這邊就有一個 更大的停車場 你看到了這個 紅綠燈有沒有 這個停車場的後面 也是一個停車場 這邊有三個停車場 那總共有三個停車場 太原路跟九龍街的交叉路口 也是北屯路的交叉路口這邊 老公他開太快了吧 有沒有搞錯 有那麼急嗎 好 太原路 這裡這一條 對 這一條就是太原路了 那我們看一下上面的指標 右轉就是風源 直走可以到西屯風架 左轉往台中市中心 對就是中油百貨 中油百貨一棟三圈 對 這邊算蠻熱鬧的 就是太原路跟北屯路交叉路口 這個三圈 還算熱鬧 所以平常吃吃喝喝 生活技能都還可以 我們剛剛不是說全聯嗎 對 就是前面這一條是北屯路 右轉就可以看到全聯百貨了 全聯的超市 太原路路邊 因為小吃餐也蠻多的 你看喔 光這裡就有兩個加油站 你要加公遊全國 那不是全國 那是山龍 山龍喔 對那是山龍 沒有戴眼鏡看不到 那個坎坊好像全國喔 滑倒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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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用者 哇這個蔡依林是 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拍的 這是年輕的時候吧 很嫉妒喔 不會啊 怎麼會嫉妒 我們出去你看就有銀行了 還有那個 蝦皮電到店 你不是說 保雅 絕對面是保雅 你保雅全聯 保雅旁邊就是全聯了吧 沒有戴眼鏡看不到對不對 保雅在過去旁邊就是全聯 沒錯 這邊這一條是昌亭路 台中市的昌亭路是這一條 那個我們這邊是昌亭路的 起始點 然後一直開一直開 可以開到 大雅 好 那去哪裡 我們去比較沒那麼草的地方 手裡面 繞一圈了齁 對我們剛好繞一圈 那如果 這間 有喜歡 請打我們標題上 的電話給我們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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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一間房子說真的 一定都有缺點 然後 如果說 你真的是 靈缺霧爛型的 真的很難找房子 所以 我們還是提供你最多的選擇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客戶都還是靈缺霧爛 我們回到這個停車場 那 真的如果這間房子還不是你理想中的房子 沒關係啦 我們 我們的頻道 拍了很多物件 歡迎搜尋我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適合的物件 我物件有1000多件 已經拍了1000多件 還有好幾千件 陸續拍攝中 那 當然 如果你懶得搜尋 懶得搜尋也沒關係 還是要訂閱我的頻道 每天都會上下新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數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面中部 地區最多的 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退 不怕你買後悔 風格化境就是這棟 這是這棟 就是這個九龍宮的那個 對面 對面 對 那 我們的物件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面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退 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 一進到第一到位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 滑平板 看安爵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 知道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土地不動產房子 對 希望你們 真的會來找我們 我們也希望可以提供你最好的服務 沒有錯 大概是這樣子了 謝謝你們的支持 晚上好 拜拜 晚上好 他變大陸人 好了啦 快點